Hello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會跟大家重溫一下 如何去數拍子 以及學習拍子記號 大家看到我面前有一個樂譜 大家記得樂譜上面會看到什麼呢? 我想你們都記得了 我們會看到有譜號 通常鋼琴譜我們會看到有兩行 一行是高音譜號 一行是低音譜號 我們還會看到有一個括號在前面 原來我們要用雙手兩隻手 要一起彈這兩行的樂譜 我們今天會說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關於這個譜號隔離這些數字 跟著這個譜號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數字 我們叫這個做一個拍子記號 Time Signature 這個拍子記號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會告訴我們 每一個小節 我們要數多少拍子 大家記得什麼是小節嗎? 大家看看樂譜 看到嗎? 我們除了打橫 你看到 它是打橫的 而每一行有多少條線 1 2 3 4 5 所以我們叫它做一個五線譜 打橫每一行都有五條線 我們還看到一些直線 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這裡有些直線 這些我們就叫做小節線 BAR LINE 原來這個數字 會告訴我們 這裡每一個小節裡面 我們要數多少拍子 嗯 這樣什麼叫做每個小節 數多少拍子 好像很複雜 這樣啊 不如我們 就當這裡每一個小節 好像一個火車卡 這樣吧 而呢 這個數字就會告訴我們 每一卡的火車 你可以有幾多個位置 好 我們先把我們的火車仔 看出來 好 好像剛才 我們這首歌 前面有一個拍子記號 我們這輛火車也有一個拍子記號 首先呢 我們先用這個做例子 好 通常拍子記號 我們會看到 有兩個數字 4 4 好 那麼 這個火車呢 它是 4 4的意思 即是說呢 這個火車裡面 每一個車卡 我們呢 會有4個座位 我們呢 看上面這個數字 4 那麼每個車卡 我們就有1 2 3 4 4個位 我們就要撕走1個位 那 如果萬一 這個火車 那 車頭那裡 變成3 4 那 那是怎樣呢 大家猜不猜到啊 3 4 即是說 每個車卡呢 我們都是看這個數字 有幾多個位啊 沒錯啦 我們就要撕走1個位 對啦 我們只有3個位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在樂譜到每個小節 只可以呢 3拍啦 那如果我們又將這個數字 變成了2 的話呢 那就是說呢 每個小節 我們現在應該 只剩多少張椅子呢 大家猜不猜到呢 沒錯啦 我們呢 現在就只剩2張椅子的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每一個小節呢 我們只會有2拍啦